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智慧 吴滔鸡 博全部2016年龙江大峡烈士组长会开炮 第一次被烈士打出来以后 跑下来就泡在这个灶塌水上 泡好了 猎人狗一到 几次就游游游到对面去了 所以说是 那个等更灶塌的来源是这样 他已经来了四年了 他已经来了四年了 他说身体上有一点小毛病的 以前我们是家联球 吸发的吃不上去 才来了 我们来了就是来三年 一把就是一个星期 或者十天就回去了 每次来的时候 在所吃的肉 还有鸡 下来就打着一个五棚 随便打着个变法 就来洗澡 就来泡澡 所以说是他这个 全州对决州人民 影响也比较大 十年前来到这里泡澡的时候 有外地游客吗 那个时候很少 就是说男男女女 他们都是不穿衣服吗 还要穿衣服 四年前 十年前还是穿的 还是穿 就是老妈妈那些 就现在这个样子了 女的穿着上学裤 还有带着个乳房照 是不是 以前都没有 乳房照都没有 就算有了都买不起吧 我认为那也是一种美的下载 应该是 应该 不是说是很底级趣味啊 下流啊 人间民间他没有这种靠法 我确定一直都是自主习俗了 以后呢 他就觉得是 我是来洗澡 我不是来宅囊 我不是来给你靠 我来来三年就发现 一几个人在拍了 拍照 拍照 我看到他 哪个女人一直 他在打起光光 摞起裤子 他就给他拍 干脆进来拍 她是文化妇下教育 促进这个民族原生态文化 它主要是这方面起了作用 你要改变这种全族的这种习惯 还是比较浪的 你让不让他们拍呢 不让他拍啊 年轻人 你现在呢 你叫他衣服脱掉 跟着颅体来去洗 他不会搞 那是作为老一辈的 这下他无所谓 我是不会让他落牌 因为这个也是一种义思嘛 对于是 但是这些老百姓他们不懂 对不对 他们有些人 他不会讲汉语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只能让他们拍 其实我是穿那个曲子 不知道那种 我觉得为什么你要改变 大部分的一个是害羞的吧 害羞 不好意思 那种事 当他们拿着照相机 对着就是你们的奶奶 泡泡泡 一直那样拍的时候 然后你心里头会有什么感受 愤怒嘛 那怎么是 愤怒 嗯 然后也不像嘛 那个 这太难找了 在我们云南都很难找了 我们故乡很多的 都是搞商业开发了 我不想这样的延伸看 你希望你们这里被开发吗 不希望开发以后 我们老百姓来这里破责 他们就会来收钱 开发以后是不是 那我们老百姓这些收入没有的 就花费不起了 那天然的温泉啊 竹竹贝贝就这样子在那个地方美丽一次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在那里泡澡 你要把他拳起来要让我们买票 那不可能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我认为他至少蒙起 以后不好说 但是至少蒙起自己这一段的不悔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孩子们都是七岁们就开始上学 可是我们的历史围着都那么就不那么感兴趣 随着时间的迁移 比如说现在年轻人他要揣起一副衣服 二十年 少十年 这些年轻人变成四五十岁的老妈妈了 现在能够还抹露出来外面在洗的这些 那是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人嘛 虽然生活进步了 到时他说是啊 现在好了 我还是要揣起 可能还不至于到蒙起来全部消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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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